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介紹 微創局部膝關節成型手術 個人進入陳大醫院補科的關節小型部大概十個年頭 一直以來都是一直專注在微創人工關節手術 一些相關的手術技巧還有研究上面 在陳大醫院這個部分 人工膝關節手術事實上已經有世界先進醫療的水準 我們之前因為洋院長還有賴教授都是一直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這方面的手術我們一直在做進步 一直在推廣 所以我們一些成果也更在國際期刊上面 然後陸續有一些成果都發展在國際期刊 所以目前我們的醫院水準已經在跟世界新年口牙是一致的 另外在一些國際的教科書 關於人工關節手術的一些技巧 目前有一個篇章也是邀請我擔任作者 所以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一些有關於手術方面的一些進展 過往感謝各位美女朋友的幫忙 也讓我才有今天可以在這邊有一些不錯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什麼是退化性的膝關節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一般來說如果說我們病人在膝關節疼痛 我們來照一個膝關節的X光電 我們會來看 正常的膝關節大概在小腿跟大腿中間 還有一層軟骨 這個軟骨可以讓我們走路更順暢 走路不會疼痛 可以有正常的活動 但是一旦關節退化呢 就是說這個軟骨如果已經磨損完了 它就硬的骨頭跟硬的骨頭就會摩擦在一起 那摩擦在一起就會造成發炎的反應 就會造成疼痛 就會造成沒有辦法走路 關節僵硬等等 這個就是退化性的膝關節炎 那這個如果是很嚴重的退化性 希望我們開到進去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關節的表面 這些比較主白色的軟骨都已經磨損殆盡了 跑出來一些骨頭 硬的骨頭跟硬的骨頭摩擦在一起 當然走路就會不好走 那今天的判例是一個72歲的陳先生 陳先生他是一個中小企業的老闆 他本來退休以後想要享受他的人生 不過那這幾年 他一直有膝關節疼痛的問題 尤其是左邊的膝蓋 左邊的膝蓋在2012年就是3年前來渾診的時候 他的膝蓋的專顧內側有磨損了 不過程度還沒有到很嚴重 還沒有到開刀 軟骨的厚度還有一點點還存在 所以當然那時候就不會建議他 馬上就開刀做治療 所以像這類病 通常會建議保守治療為主 第一個像是減輕體重 因為我們膝關節在承受 身體的重量承受非常大 假設我們在上波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膝關節承受體重是 體重的7倍左右 在跳躍的時候可以高達15倍 所以減輕體重的效果應該是非常不錯 那第一個我們可以請他四度的運動 比如說騎腳踏車啊 太極犬啊 土蜂舞啊 韻律舞啊 游泳啊 這些都是一個不錯的治療 肺化性膝關節炎的運動 另外我們會建議他使用護具保護 一些比較適合他的護膝 如果說要走比較遠 或者是走比較多路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護膝來保護 那也可以建議他去做一些物理治療 有一些物理治療 包括是這個塗手的物理治療 像是說一些按摩啊 或是一些手把呢 可以幫助放鬆肌肉 或是強化肌肉 讓膝關節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疼痛 那一些電療啊 一些物理治療也可能會有幫助 那如果再不行的話 我們就會使用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是一些消炎止痛藥 事實上現在有一些像是比較新一代的藥物 他比較不會傷胃 比較不會傷生長 他可以用來治療推化性膝關節炎 那如果 如果再更嚴重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他 是不是考慮一些關節注射的療法 關節注射呢 可以包括注射類固醇 包括注射玻尿酸 包括注射玻尿酸 包括注射現在比較當血小板生長瓶子 PRP 那施關節注射類固醇 還可以短期完結疼痛 那注射玻尿酸的話 它是可以 可以讓這個關節活動比較靈活一點 等於是個潤化的作用 那現在比較好 這個血小板生長瓶子PRP 大概就是 它可以有效的減少發炎的反應 讓施關節比較不會疼痛 這樣子 但是呢 這個72歲的整天整整 他什麼都試過 大概在今年的時候 他來我們門診 他的內側的西瓜姐還是一樣疼痛 所有方法他都去試過 但是呢 來看X1那一看 西瓜姐的卵骨已經完全磨損完了 那這時候呢 因為什麼方法都沒有 大概只好使用考慮手術來治療 那這手術治療大概有幾個治療的方式 大概有三種選擇 傳統最早最早選擇 大概就是一種頸骨矯正切骨手術 在對於這類病人 他只有 只有這個內側的西瓜姐磨損 大概就可以猜測他說 他是一個O型腿的情況 所以他的身體 這個西瓜姐承受的重量 大概都是落在內側比較多 所以呢就很想出一個方法 就是說 把他的腿打斷 打斷再重新把它 把它 把它調整以後 再用一個鋼板把它固定起來 這樣這個 這個關節沉重的可以落在比較好外側關節的部分 那這個方法 手術效果 根據包也是不錯 但是呢 這個手術就非常麻煩 首先就是要把這個骨頭打斷 打斷呢就等於說是 是一個骨折的現象 然後打斷以後 要再重新 就必須要打鋼板鋼丁 所以手術就非常麻煩 而且恢復的時間都非常長 有一段時間都要拿管這樣 腳不能踩地上 那這個對病人來說是蠻痛苦的 所以現在是越來越少做了 那第二個選擇就是說 那不然就換關節好了 就做全系列關節置換手術 全系列關節置換手術 它的領主件大概是這樣 大概有四件 就是把這整個關節 該拿掉就拿掉 拿掉一些骨頭 把韌帶拿掉 把半月的骨頭都拿掉 然後裝這個成功的關節 那這個成功關節裝上去以後 就是使用成功關節來活動 就可以解決它疼痛的問題 但是這個有 這個雖然現在都是用微窗的方式做 但是這個還是有一些問題 第二就是說 這個成功關節對這類的病人 它只有內側磨損來說 可能是有點小提大做 它只有內側磨損 但是卻把它的另外側的軟骨 還有一些前後十字針帶都切掉了 它這樣子 這個病人活動會覺得比較不自然一點 那對這類病人 其實實際上 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更 以微窗的人工膝關節手術 更微窗的話 就是局部的膝關節成型素 那這是個比較 通常我們換 整套換關節的話 大概就是像這樣 就是整個關節把它換掉 換成全套的弓膝關節 那現在有局部的人工膝關節成型素 它是只換掉這個 壞掉的部分 好多部分其他就不動了 因為現在科學 還有這個 這個醫療器材的工具 其實比較發達 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這次X光片就是換全套弓膝關節的X光片 中間兩個白白的就是人工關節 那如果是半套的話 或者是說局部的話 就是我們只是換掉 在換掉不好的部分 就是在不好的 就是軟骨已經磨損的部分 我們就是使用像磁磚一樣的東西 把它貼上去 等於是再給它一片軟骨 這樣它還沒了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陳先生呢 他這個方式 他對這樣子的患者 他只有內側磨損 那外側的軟骨都還保了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這是今天我們詳細的素潛規 我們派系列X光片來計算說 這個骨頭大概要磨掉多少 然後我們使用圍磚的技術 山頭大概4到8公分左右 那時間大概30分鐘 那手術完以後 如果我們要退休 就可以立即下床行走 一般再多住 住院住2到3天 就可以回家修養 那這個整部關節大概就是長 這種局部的 這個關節整形素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這個磁體 就是薄薄的兩邊 它是輕薄貼合的設計 就是貼在這個關節的表面 那所以呢 它也沒有去把韌帶切掉 也沒有去把另外一側的軟骨什麼都切掉 所以手術後 然後活動可以更自然 你會覺得這個 其實還是自己的關節 差別就是在於疼痛已經消失了 然後這個活動度 因為病人在講 手術的活動度都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自然 這個是整天生下手術後的X光片 就是處理內側的部分 又一個很小的傷口就把它處理好 那手術後呢 住院兩天就回家修養 你可以自由行動 怕到第一都沒有問題 除了前面的好處 事實上這種方式 事實上它耐久度也非常好 在國外的這個研究 大概10年 有98%的病人 他這個換了 換了這個局部的關節整形素以後 他都不需要再接受其他的治療 不需要再接受再次的手術 那15年也有95%的兩個月 所以它耐久度就非常好 那陳大醫院呢 目前大概做了500多例左右 那它在我們從2020開始做到現在 那它的量率大概有99%以上 所以這個水準只跟世界 世界先進檢果還是並加齊取 那最後做一個總結 就是這個回創局部的膝關節成形素 就是像在膝關節貼一個磁磚一樣 就簡單把它貼上去 就是把這個讓那個磚骨磨損的部分 可以得到修復 那這個是我們是用微創方式來進行 所以傷口小 時間短恢復快 傷口大概10到8公分左右 那時間短大概是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那這個手術後會不會很快 手術後會不會很快 手術後退後就可以把上下床走路 那因為這個手術後 它並沒有把震帶切除 也沒有把太多骨頭消掉 所以它手術後行走是非常自然 那因為它的成功率非常高 長期的耐久度也非常好 就簡單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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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